第24章,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话说1956年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在4月25日提出的,并且坚持要乘坐由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据此在4月30日向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平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由胡平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坤上,机械师为舒直张。 专机选定飞行团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质礼二运输机中较好的8205号飞机。 因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的飞机出行,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坐8205号专机飞行四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 下午23时30分,专机又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三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先后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 又是查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织厂,对发展野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野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做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速流而上。 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顿时开阔了。 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向肤色有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耳后纵身跃进珠江。 他不及着江水,忘情地高声呼喊,我自由了。 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地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地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 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仲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 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 卫视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 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 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 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课,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 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 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有长江,满脸不高兴,说道,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进长江。 罗瑞卿也觉得很,坚持说,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有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吗? 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主席不是那个意思。 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 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需要。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哪里一点风险没有。 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 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 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 他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查,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太警卫义中队队长韩庆瑜去武汉了解水情。 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 毛泽东问韩庆瑜,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瑜回答说,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 你怎么不说话了? 把孙勇叫来。 副卫士长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在道,说明了来意。 莽撞的陈在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 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就上船来。 孙勇回来如实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 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地对罗瑞卿说,这就对了吗? 要知道离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 谁说长江不能游? 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 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 罗瑞卿说,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 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我九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一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 行前,毛泽东说,这个老韩啊,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 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瑜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 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 他说,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 哎,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上午,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到了长沙,在长沙大托浦机场降落。 他稍事休息,便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五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 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毛泽东见天气闷热,要去湘江游泳。 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他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厅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在过一片草地时,竟被毒蛇咬了一口。 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 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 突然一屁股坐倒了。 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 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 他游自偏偏,自由自在,好像是在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 他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举死舟头。 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着拍摄毛泽东的后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 他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棗。 他蹬高远眺,周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 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 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 在核对茄子两字的相应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他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 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丢我点支烟熙。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滴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 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 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网上一举说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后波按下了快门。 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忽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 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 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的一点, 真可以说是一副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会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荣原吃了饭。 他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之后, 他都是按期从公司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一。 5月31日晨,毛泽东呈8205号专机飞敌武汉。 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他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 5月31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润仲的工作汇报, 还视察了武汉国民议场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 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 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 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 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 地委书记们是第一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二排。 会议三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 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 还是按援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 他问道,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 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 个人畅所欲言,一不话右派,二不扣帽子,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 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十五分钟无人发言, 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 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他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 问道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 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何以为惧?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可惜啊, 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 这个不是党的传统。 开一大时就在争论, 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 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 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 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 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 我还得搞一段。 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 延安整风后, 我快活了一阵子, 直到思想统一, 领导机构改善了, 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 胜弊的大会。 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 耽误时间的小会。 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仲同志, 明天开会, 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 要畅所预言。 1956年6月1日上午, 座谈会继续进行。 省委主要领导人, 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 进行了重点发言, 举出实例, 说明这个规划的制定, 是符合实际的。 与会者在会上畅所预言, 言无不尽。 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地记着, 脸上露出了笑容。 最后, 他高兴地说, 好, 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 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 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 你们不能看颜色形式, 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 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 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 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 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 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 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 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 已全部建成, 从汉阳江岸开始, 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 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 经汉阳擎川阁, 从二、 三号桥墩间穿过, 驶到鹦鹉州附近的江面, 又折回下行, 从三、 四桥墩间穿出。 他回到船舱里, 听彭敏汇报工作, 一面听, 一面翻阅材料。 彭敏详细地报告了, 中苏技术人员, 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 史无前例的大型管住基础, 和管住钻孔法。 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前唐江桥的老工程师, 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毛一生, 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 杨尚坤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他问彭敏, 是不是这样? 彭敏点头称是。 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 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一一作答。 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 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 钢梁架完后, 铺轨即可通车。 公路桥在上层, 钢梁架设后, 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 在有关人士回答后, 毛泽东接着说, 将来长江上修上二十个、三十个桥, 黄河也修上几十个, 到处都能走。 6月1日下午, 天气闷热, 气朗争人。 毛泽东第一次横渡长江, 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舌山一带下水。 他兴致勃勃地到了舌山, 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 成千上万的群众向他涌来, 好几万人挤成一团, 都想看看他。 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 他怕群众击倒毛泽东, 就和王任仲及其他随行人员挽起手臂, 拼命地承受着群众的压、推、 急,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 毛泽东打趣地问, 有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危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 危险还是有的。 但是主席不怕, 我们就不怕, 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 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 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下得住人吗? 说着, 他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 爬下黄色江水中, 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 毛泽东为了避免沉载道逆流而游的错误, 决定顺流而下。 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 把全身在水中近一下, 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 以侧涌视两臂左右交替着, 一直游向前方。 江面上刮着六级风, 风大浪高, 水身流急, 波浪滔滔, 石油漩涡。 毛泽东泰然自若, 轻浮水面。 有时水面稍稍平稳, 他便缓缓扬涌, 面对蓝天, 急目远望, 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 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 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 也不知要游到何方, 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 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 就跟着在岸边奔跑, 有的人还边跑边喊, 也不知喊些什么。 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 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 人们才停下脚步, 还点着脚尖瞭望, 不肯离去。 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 在前面的岸上, 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 有的人在鼓掌, 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声。 毛泽东游兴起时, 如蛟龙细水, 顺流而下, 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 都追赶不及。 时已西洋西下, 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盛家鸡, 后波迅速地换了一卷胶卷, 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 谁知毛泽东看见了, 他由过去一把抓起盒子, 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 仔细端向起来, 口中还念念有词。 他念得竟是英语。 后波见状一惊, 他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 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 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 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 这才上了船。 他指着后波, 笑着问你没有下江吗? 后波说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他身上滴着泥水, 心满意足了, 得意地对他的卫士们说胆量小的人, 常在风浪里断裂, 胆子也会大起来的。 罗部长不叫我来游, 我偏要来, 还不是来了吗? 明年六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 历时两小时零四分钟。 更一后, 他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嬉戏抽烟, 大家都夸赞他, 水性好。 6月2日下午, 毛泽东从汉阳鹦鹉州附近下水, 游过龟山一带江面。 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 一边踩水, 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 挥避侧涌, 从2、3号桥墩间游过。 他还游过了长江、 汉水的汇河处, 龙王庙水域, 战胜了漩涡, 突破了极流, 顺利地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 游程14公里还多, 用了两个小时。 在大家的劝说下, 他才啃上了岸。 6月3日下午, 毛泽东第三次横渡长江。 此时, 他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 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 他不同意, 说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 在大江里游, 随便他漂去。 这一次, 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 在江中, 他时而仰游, 时而侧游, 有时还潜入水中, 又顺利地游过了长江。 使无潜力的游泳, 超卖前人的胆略, 亘古未有的气魄, 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 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 此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 词书双绝的著名篇章, 水调歌头, 长江才隐藏沙水, 又十五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吉木楚天树。 不管风吹浪打, 盛似闲停信步, 今日得宽于。 紫赛川上约, 逝者如私符。 风强洞,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下南北, 天窃便通图。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乌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京世界书。 据陈赛道多年后回忆说, 我陪同毛主席唱游长江, 聆听了毛主席吟诵, 水调歌头, 游泳的辉煌诗篇, 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 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 给我印象很深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有一次, 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 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 被毛主席看见了。 他笑着, 亲切地对大家说, 吃水果的时候, 最好不要削皮, 把它洗净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削皮, 也只要薄薄地削一层。 因为靠皮和靠河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 说完, 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 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再说, 毛泽东连续三次横渡长江的传闻, 一时间不翼而飞, 轰动了整个武汉。 第四天五十刚过, 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 有的人戴了望远镜, 有的人拿着照相机, 谁不想亲眼看一看伟大领袖, 搏击风浪的风采呢? 可遗憾的是, 毛泽东于六月四日下午六十前离开了武汉。 这天下午六十许, 毛泽东乘坐专机从汉口王家敦机场起飞, 飞到河北恒水附近上空时, 突然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 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 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 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 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 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 噴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八千米高度以上, 从云顶越过。 但对于升线只有五千六百米的里夫二飞机来说, 就只有改变航线, 绕过雷雨云区。 8205号的空行组经过研究, 果断地改变了航向, 先是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苍州机场上空, 躲开雷雨云后, 再改向北飞, 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 这绕云飞行的过程约有四十分钟, 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 守候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 和在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 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 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 缓缓降落。 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 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 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6月10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出稿, 经过政治局讨论的修改稿中强调, 反对急躁冒进。 6月14日下午, 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 他在讲话中说, 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 深受鼓舞。 6月14日这一天,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党类指示, 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 一件是谭智林同志关于湖南优县农村情况的报告, 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 两件材料都说明, 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 才能使90%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 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 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28%多一点, 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71%多一点,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字。 河北省产棉花较多, 产粮食较少, 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 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50%, 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50%或者在50%以上。 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 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 合作社的积累方面, 国家的积累方面, 势必都要大受影响。 因此请你们自己, 并且通知专、县、区、乡、 指导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 加以分析, 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 建议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1956年6月14日、6月15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做了政府工作报告。 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 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根据政治局的意见起草的 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 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 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 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 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 不能只注意多何快而不注意好何省。 此前, 这篇社论承导后, 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 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 而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 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 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 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 就很不客气地在他的名下批倒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 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 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 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菜演的胡家师八拍与郭沫若争名, 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矛盾展开了讨论。 毛泽东见到刘大杰, 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没落不睦, 和沈彦斌矛盾, 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吗? 你三家百家争鸣, 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是要一分为二, 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师时, 问刘大杰说, 你能被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湘衣诵道, 宣誓求贤访竹臣, 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须前席, 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 感叹道, 写得好啊。 写得好。 最后, 毛泽东就学术争鸣问题, 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 宁肯存疑, 不要轻易做结论。 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下午, 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 乔洛尤, 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 军队, 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 你希望同谁谈, 你就可以找谁。 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 不谈错误和缺点, 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 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 我们不要迷信, 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 一切都是好的。 事物都有两面, 有好的一面, 有坏的一面。 在我们的社会里, 一定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东西, 有好人, 也有坏人, 有先进的, 也有落后的。 正因为是这样, 我们才要进行改造, 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 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 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 就会认为不得了了。 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 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 许多人就惊讶不止。 世界是美丽的, 但也不是美丽的, 世界上有斗争, 有矛盾。 希望一切都是好的, 这是我们的主观, 而现实是客观。 世界上有好的东西, 也有坏的东西, 自古以来是这样, 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 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 我们才要改造, 才要做工作。 但是, 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 否则我们的后代, 就没有工作, 可做了。 我们要是错误小一些, 这是可能的。 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 那是不现实的, 那就不是世界, 不是地球, 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 毛泽东先后六次召集起草委员会, 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出稿。 7月14日, 毛泽东会见了威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 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 是植老虎的著名论断。 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 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仗, 欠中南美国家、 亚非国家的仗, 还欠欧洲、 大洋洲国家的仗。 全世界, 包括英国在内, 都不喜欢美国。 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 日本不喜欢美国, 因为美国压迫日本。 东方各国, 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 他侵略中国的台湾省, 日本、朝鲜、菲律宾、 越南、 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 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 人民不高兴, 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 腐朽的大的力量, 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 力量小的, 要变成大的, 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 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 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 不是真的强。 他政治上很弱, 因为他脱离广大人民, 大家都不喜欢他, 美国人民也不喜欢他。 外表很强, 实际上不可怕, 直老虎。 外表是个老虎, 但是是指的, 经不起风吹雨打。 我看美国就是个直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 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 强的要让位给弱的。 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 才会有太平。 总有一天, 直老虎会被消灭的。 但是, 他不会自己消灭掉, 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 美帝国主义是直老虎, 是从战略上来说的。 从整体上来说, 要轻视他。 从每一个局部来说, 要重视他。 他有爪有牙。 要解决他, 就要一个一个的来。 比如, 他有十个牙齿, 第一次敲掉一个, 他还有九个, 再敲掉一个, 他还有八个。 牙齿敲完了, 他还有爪子。 一步一步的认真做, 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 完全轻视他。 从战术上说, 重视他。 跟他做斗争, 一仗一仗的, 一件一件的, 要重视。 现在美国强大, 但从广大范围, 从全体, 从长远考虑, 他不得人心, 他的政策, 人家不喜欢, 他压迫剥削人民。 由于这一点, 老虎一定要死。 因此不可怕, 可以轻视他。 但是, 美国现在还有力量, 每年产, 一亿多吨刚, 到处打人。 因此, 要跟他做斗争, 要用力斗, 一个阵地, 一个阵地争夺。 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 美洲国家, 亚洲非洲国家, 只有一直同美国炒下去, 炒到底, 直到风吹雨打, 把只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 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 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 毛泽东和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 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 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 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 写出新的著作, 形成新的理论, 也是不行的。 1956年种下的一天, 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古城到中南海去。 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 毛泽东身穿浴衣, 坐在凉棚底下, 见周古城来了便站起来, 紧紧握手。 寒暄之后, 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古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 也可以浮有几十码, 不知现在还浮得其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 周古城换了泳装, 和毛泽东一同下水。 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 周古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潜水处小心翼翼地往下走, 一直不敢到能够磨顶的深水区去。 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 见周古城仍在潜水区里, 便招呼道, 来呀。 周古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啊, 是既不能游浅入身, 也不能游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 用竹竿递给周古城一个救生圈。 二人游了多时, 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 拿起一本现状的汉书, 翻到列传第39赵冲国那一段。 他说, 赵冲国这个人, 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 很能坚持真理, 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冲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 是中国历史上, 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 毛泽东接着说, 赵冲国的主张, 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 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 可是到了后来, 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 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 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 可见, 真理要被人接受, 总要有一个过程, 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 还是现在, 都是这样。 周古城告辞时, 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 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再次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 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 此后, 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 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 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 对政治报告, 党章,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在这期间, 从苏联回国度假的王赫斌, 也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来到了北戴河来。 这一天午夜刚过, 王赫斌接到毛泽东办公室的通知, 去看望毛泽东。 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 这所宅院原是张作霖的别墅, 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 就在此时, 毛泽东从北防中间的门里出来了, 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 抬起双手, 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 王赫斌向毛泽东轻轻地靠近了一步, 毛泽东发现了他, 惊喜地喊道, 嗨呀, 这是谁来了呀? 说吧, 转过身去, 对着北防门喊道, 江青, 你看是谁来了。 他又对王赫斌说, 王医生, 毕业回国了。 他把手伸向王赫斌。 王赫斌双手紧紧地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 来看望主席, 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防里走了出来, 穿着一身身色的衣裙, 与王赫斌打过招呼后, 问道, 王医生, 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赫斌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案情。 我在莫斯科疗养时, 接到你的电话, 你说去, 怎么没有去呀? 我出了大使馆, 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 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赫斌解释了以后, 见江青没再说什么, 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 很好。 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 益处很大, 虽然跌了几斤肉, 但却感到身体很好, 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吧, 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 又用手摸了一下。 王赫斌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 很好。 在海水中游泳, 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 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 好好的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赫斌说, 安排好了, 有保健处安排的。 王赫斌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 不便久留, 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 毛泽东说, 那好, 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7日, 张世昭带着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嘱托, 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 据张韩之回忆说, 从1956年开始, 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 因为在香港有个夫人, 所以他有个很好借口去探亲。 当然家人知道他执行的是中央给的, 和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 否则我母亲该吃醋了。 每次出行前, 周恩来都会找到张世昭商谈很长时间。 张韩之说, 但父亲的嘴很严, 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更重要的是, 张世昭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 张军等人的关系都很好, 由他冲任统战工作斡旋人的角色, 实在适合不过了。 张世昭到香港后, 将周恩来的一封信转给蒋介石。 周恩来在信中提出, 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以期统一大业。 周恩来还告诉蒋介石说, 凤化之目如依然, 西口之花草无恙。 据张韩之透露, 张世昭与玉居在香港的杜月生的关系也非同寻常, 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 动员杜月生回国, 但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生最终还是未能成形。 8月16日, 中国政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 毛泽东在声明稿上写了一个批示, 私营有几句劝告鹰, 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 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 致使事态扩大, 不利于世界和平, 也不利于鹰, 法。 8月18日, 毛泽东付信给某某喇嘛, 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某某喇嘛, 给我的两封信都收到了, 很高兴。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 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 大家满意。 西藏社会改革问题, 听说已经弹开了, 很好。 现在还不是实行改革的时候, 大家谈一谈, 先做充分的精神上的准备, 等到大家想通了, 各方面都安排好了, 然后再做, 可以少出乱子, 最好是不出乱子。 四川方面出了一些乱子, 主要是亲帝国主义分子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在那里煽动。 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 我希望西藏方面尽量避免出乱子。 陈毅副总理回来, 转达了你的意见。 我们大家对你很了解, 相信你能把西藏的工作做好。 我总是担心, 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的不好, 得不到藏人的信任。 请你负起则来, 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 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 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 望你保重身体。 有事随时给我写信。 这封信你能看懂否。 草字尚多, 一时改不过来, 但比上次少了一点。 遇到困难, 物以忍耐。 困难总可以慢慢克服的。 希望同你见面。 祝你健康。 毛泽东1956年8月18日、 8月20日, 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 毛泽东东中南海勤政殿,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 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 有国内外形势, 有社会主义改造, 有建设, 有人民民主专政, 有党。 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 都可以讲。 但是重点是两个, 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 一个是经济建设。 这两个重点中, 主要的还是建设。 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 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 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 比较生动。 对工作要有批评, 要有自我批评, 要有分析, 五分钟的发言, 也可以有分析。 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 竟讲一套歌功颂德, 那就没有生气, 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 还要多讲干什么。 但不是说, 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批评, 根本就不许讲, 那也不好。 8月24日, 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 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 及刘少奇的信。 刘少奇在信中说, 这是我写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 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 再继续写。 特先送上这一部分, 请审阅, 看是否可以这样写。 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 改得很好。 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 请着定。 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 还可以删结一些, 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 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 似乎可以不要了。 预知毛泽东此后如何审阅有关八大的文件, 请看下一张内容。 东方盟约, 毛泽东在1956年6月4日, 呈8205号专机, 从汉口起飞返京途径河北恒水上空, 遭遇雷雨云, 的确是很危险的。 可是后来有人说, 中央政治局在这次空中历险后, 一致决定, 毛泽东以后外出考察, 一律改成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 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是想, 依毛泽东的个性, 政治局岂能限制他的出行自由。 对此, 谢静怡曾经做了一个解释, 他说, 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 也就是专列。 极少乘坐飞机, 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 而是从工作出发的。 有一次, 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 说, 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 想停就停, 想走就走。 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 下车去看看, 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这倒是真实可信的。